《文学与神明 饶宗仪 访谈录》 由诗艺队博士为大家演讲 饶宗仪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国学大师 他的学识深广 多所建树 而且学艺双修 这一点我们都知道 但他的学术成就究竟有多大 国学造诣究竟有多高 恐怕真正有透彻了解的就不多了 在这一方面呢 我们要特别感谢诗艺队博士 他的《文学与神明 饶宗仪 访谈录》一书 为我们从整体上了解饶先生的学术和艺术 打开了一道方便之门 这本书内容涉及语言 文字 诗词 文学 书法 绘画 音乐 经史 儒 世道等国学及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 并且融会贯通 既讨论他们之间的关系 又常常做中外之间的比较 还探讨了他们与神明 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联系 诗艺队博士是澳门大学荣修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学术顾问 河南大学兼职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副研究员 香港新亚洲出版社原总编辑 澳门大学原中文学院副院长 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诗博士毕业于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 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士研究生结业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获得文学硕士和文学博士学位 曾诗士夏成涛 吴世昌 专攻词学 颇得真传 所转博士论文词与音乐关系研究 学界誉为近百年来词学集成之作 并依吴世昌结构分析法 畅为词体结构论 以示门径 诗博士转著颇丰 主要著作有词与音乐关系研究 诵词正体 今词答辩 词法节赏 以上三部著作为诗意队词学论集的第一第二第三卷 还有人间词画译著 李清照全阅读 胡适词点评 以及当代词宗等近二十种 还有一点今天要提的是 诗博士是我们科大公共事务处内地事务高级经理 诗天忆博士的父亲 我们要特别感谢诗天忆博士 他为本次读书座谈会 贡献了很多心理 帮了很大的忙 好 下面我们就请诗博士为我们做演讲 大家欢迎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晚上好 非常感谢孙先生刚刚给我做了非常概括性的介绍 特别是有关劳中余先生这部分 他做的介绍就让我减少了好多工作量 我接下来我的报告我就不准备做全面的介绍 晚上来跟大家看好这个题目呢 这个 就我到香港来讲呢 这是第二次 第一次是10年在香港大学 以这个题目讲了一次 现在隔了三年 能就讲这个题目 当然内容会不一样 那在讲之前呢 我准备跟大家一起来先看一幅画 就是这幅荷华图 这幅荷华图 我们这个展览 现场这里有一幅 也是荷华图 这两幅比较起来 你们看看 这幅荷华图是送给温家宝的 那我们这个现在叫看图 看图呢能看出灵堂来吗 要读 因为它是文人画 不是这个画家的画 文人画呢 我们说王维 它是画中有诗 诗中有画 那老终于的这个文人画呢 应该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画中有诗 诗讲的诗 不是诗歌的诗 画中有诗 那这个诗在哪里 也许看了这幅画呢 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个题目 诗歌跟哲学的关系 那这幅画我们就这么看来 这个我这个画也是外行 那现在一起看 它叫荷华图 那画的是荷华 那荷华有几朵呢 这个红的这一朵是没问题 另外这个应该 是不是另一种颜色的话 还是怎么样的呢 大家仔细看一看 还有嘛 就是两条这个很有力气的这个镜 还有就是这个椰子 基本上这个三个部分 那这个三个部分 从图画的角度看 那就构图跟色色 就这两个本式 构图色色 再一个是画在什么纸上 它这个是画在纸上 还是画在布上呢 可能还是画在宣纸上 那就这么看 还是得不出什么 这个比较深刻的含义 那这幅画送给文家宝 文家宝很高兴 你们来看看 我们先看看 它底下的 在上一幅它那个题词 这一首题的这个是一首词 这个词的词牌叫一战梅 那这个词呢 就分上下两片 上面 何月甜甜 随体天 看惯桑田 喜鹊成烟 咸随荣燕 共增烟 风也萧燃 雨也甜燃 这是上片 那从这个词 词的角度看 这个上片就是布景 那它题目叫荷花图 上片就是洗荷花 下片呢 已过风声 洞水莲 笔下云烟 花外神香 画中悬梦 种无边 摊破云间 提破掏间 我跟你们读这个 你们这个在场呢 我们有些这个同学呢 要跟我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上片 主要是写哪个字 写一个字 上片 最重要的是哪一个字 下片呢 最重要的应该是两个字 一个字也可以 等一等再来回到这个问题 那就说上片是写荷花 底下下片呢 就写荷花给它画出来 就成为荷花图 那下面这个图是怎么样的呢 雨过风声 冻水莲 前面 荷叶甜甜是荷叶 那花有没有写出来呢 咸随 咸随荣燕 共增烟 荣燕就是花 叶跟花写出来是荷花 底下风雨过风声 冻水莲 也许这个就是水莲花 这水莲花已经变成土化 变成这个土化 那 地 笔下云烟 花外神香 画中寻梦 种无边 那看了这个画呢 就这个寻梦 现在有没有出来 好笑 上片寻梦 上片寻梦 这个荷花 你们看看他出什么思想 这个花外神仙 他在寻梦 这个梦呢 是什么梦呢 是不是温家宝的梦呢 温家宝他看上了这幅画 这首词 他是喜欢 最喜欢那两句呢 风与不倒 他说我就是风与不倒 他看上了这两句 那劳工 他看上了什么呢 他看上的是花外神仙 应该劳工 花外神仙是劳工的 自己的 那花外神仙他的寻梦 这个梦 不一定看来不会是 温家宝的梦 会不会是习近平的梦呢 中国的梦我看靠近一点 那这个梦是什么呢 大家能不能想出来 这个梦是什么 梦如果是江泽民来讲呢 就是香港明天会更好 应该是这个梦 前几天听这个莫兰跟这个杨振宁有个对话 最后是这个范征嘛 要他们两位讲一讲 什么叫中国梦 什么叫中国梦 杨振宁他就把这个中国的学生跟美国的学生做对比 说中国的学生很勤奋 美国的学生又如何如何 其实他文不对题 中国梦他没大出来 默然这个莫元岛大出来的 他说美国有个火星计划 报名的是中国人之多 这个是中国梦 他大出来的 那基你劳中医的梦是什么梦呢 就是大家一起想 我现在还找不出来 那现在你们来看看 再看看这一首词 前面 看看 看看怎么样 好了 上篇 应该主要写哪个字呢 上篇是表现荷花的精神 写荷花的形象 表现荷花的精神 上篇应该是 弦 弦 风也 萧然 萧然嘛 就是 自由自在 无稽无疏 田兰呢 就是 觉得 泰兰 那这两个来写温家宝 这个 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反正他 他喜欢 那底下呢 底下应该是寻梦 那寻什么梦 就大家思考 这个就叫画中有诗 体外话就不讲太多了 就讲到这里为止 那就是说 老中一画画跟人家都不一样 这个叫文人画 或者是学人的话 那他的特点就叫画中有诗 那现在我们回到这个题目 老中一做学问 这个 他所做的呢 其实 大家也都在做 他做什么学问呢 这个 考古 历史 文学 翻译 大家都在做 敦煌学 讲破学 架古学 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那做些些 学问 老中一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 刚刚科大了一位朋友 说准备给我提一个问题 说现在大家都讲 老中一是大师 他到底大师在哪里 这个问题 所以 可能要在这个 思考的过程当中 来跟大家一起摸索 所以接下来 可以再看 第二幅画 就是也是核花图 他送给刘彦东了 刘彦东可能他要给大家解释这个问题 什么叫大师了 他怕劳工听不明白 他的大师就是国宝 国宝就是大熊猫 这个是刘彦东讲的一种解释 这个是电视都播出来的 这个是网上抄下来的 这个是一个理解 那你不要小看这个刘彦东 他是清华的这个高材生 北纪兰劳 北纪是他的 算他的学长 他们是校友 都是清华出来的 所以他还是很有学问的 所以他怕劳工听不明白 所以给他讲通俗一点 就是大熊猫 所以他不知道高兴还是不高兴 我就弄不清楚 那是不是称他 这个过学大师这个问题呢 可是有跟劳工探讨过 要不要当大师这个问题 劳工他是既不同意提过学 又不愿意当大师 那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我又不是和尚 大师是和尚才当大师的 不是和尚怎么当大师的呢 过学 他早几年就说这个 不应该提过学 要提华学 这个我们以后底下再来讲 所以这年就简单说一说 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给老中余 带一点比较特色的帽子 我们等一等再一起讨论 那这个开常派就讲到这里 那这个开常派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就想讲这四个问题 一个是至于学有意义 至于学有意义 这个是儒家传统 孔夫子的教导 那这个是有出处了 就出于伦理 出于伦理 这个至于学有意 至于学就是说十五而至于学 这个三十而立四十而不合 孔夫子的话 有意义呢 就是至于德至于道 于人 有意义 也是孔夫子的话 那简单的讲就是两个字 一个学一个意 学呢 就是做学问了 意义呢 你讲的比较通俗一点 意义就是画画 这个所谓意 那当然这个孔夫子的时候 有定义了 大概包括六个方面 这个谢姬啊 这个还有骑马 接下来就是算书啊 这一些音乐啊 这个礼啊 就是所谓这个意 那这个意义呢 是油 这个是特地打这个简体出来 不能用环体 这个是油水的油 表示像在水里油一样的 来做这些意 那是学就不能这样 这个油呢 就有点碗的意思在里面 至于学那就要用心了 所以对这个学跟意义的态度 就稍微有点区别 前几年这个黄珍 黄珍还没死的时候呢 是访问过劳宗仪 他说 他说 勞工你做今晚多学问 那不很辛苦吗 勞工就回答他 他说 我是在晚学问不辛苦 那黄珍一听 他就高兴的飞起 你晚学问 我们是欲弱大众 那我跟你是一样的 都是在晚 其实勞工这个晚呢 不是这么简单的晚 如果说晚就是像黄珍姐妈 理解呢 那就会怎么样 就会叫坏腮楼 高坏腮楼 所以这个 那天听了这个电视的访问以后 我们细腻的一些年轻的老师就说 我们大家晚去啦 就说晚去啦 就来开这个玩笑 所以这个油呢 就是 有点重新所益 重新所益 悠哉悠哉的那样一种 劳逸结合 体会到这一层就够了 不是玩耍的那个油 那他就一讲 就说黄珍会错了意 那这个时候 劳中仪大概几岁呢 还不到85岁 等到85岁过生日的时候 85岁过生日 是香港昨年 摆了两围跟他庆祝 两围我也参加了 两围22个人 给他庆祝85岁生日 那挺便宜的啦 现在要给他庆祝97岁 就轮不到 你100席都轮不上了啦 那那个时候 这个两席呢 这个有的朋友 但是作家学会 这些朋友 都有一定文化水平 也有大学教授 也有很出名的作家 其中一位大学教授 是中文大学的大学教授 叫黄伟良 这个很出名 他说 老公 今天是你的生日 那我就讲一句 潮州话 跟你祝贺你的生日 讲一句潮州话 叫 妇如东海寿彼阑山嘛 用潮州话讲 讲了这一句给老公 老公马上变脸 他不接受这两句话 懂吗 他马上变脸 变脸就转了话题 那我说 老公你晚学问 他说晚学问就是游戏学 那他说我做学问就是脱泥带水 就是晚就是脱泥带水 这句话脱泥带水一出来呢 谁都不敢接招 这个黄伟良碰了一下钉子 他就说 这里面可能有疾风了 不敢接招 谁都不敢接招 那吃饭的时候 我挨他坐在他个壁 我说 你怎么说脱泥带水呢 他就给我透露了 他说 这个上帝造人不就是脱泥出来的吗 就脱泥带水造出来的吗 所以了不起 他我做学问就是 像上帝造人一样的 其实是这么高了 是不是 那就说 劳工呢 劳工其人 平易可亲 劳工其些呢 是高深莫测 他平时讲话 会抛些书带 抛这些书带 跟温家宝不一样 温家宝听说有一次 两个小时的讲话 抛了四十几个书带 那四十几个书带 他全都可以给他引出来 那劳工抛了书带 谁都不敢去碰他 他刚刚抛了脱泥带水 谁知道呢 不敢碰他 所以是高深莫测 那这餐饭可是不大好吃 脱泥带水 谁都不敢接招 这个寿比兰山呢 好像他也不接受 那这位教授还是不接不劳 还继续前进 反正劳工那个时候 品欲尽人 你稍微得罪他 也不要紧 所以这位教授呢 就说 那这个寿比兰山 这个妇如东海 你是不是显东海太小 这个兰山太矮了呢 那另外翻了两句 他说劳工你是 下泰山已朝别海 泰山 别海 庄子的吗 不理睬他 他不理睬他 不理睬他这个时候 有一位年轻人 他不知高低 他也要跟老公来 这个来几句了 他说老公你身体这么好 85岁了嘛 活到90岁没问题 他今年97了是不是 那听起来是肯定不高兴的 结果他自己化解 他说前几天到台湾去 有一老先生身体很好 大家就看了很祝福他 哇 这位老先生你身体这么好 这个活到一百岁没问题吧 那他说我今年都一百零三了 一百岁是不是 他自己化解了 所以这段饭也就过去了 那饭后呢 这个主事者就要我写一篇文章 写一篇文章 来把这个盛况啊 给他报道出来 那我就写了 写了一篇文章 报道出来 就给北京的参考消息 就转载了 其中有我的一首词 说他是国学医经第一人 是85岁 2001年嘛 正好85岁 那这个 我是个小人物 他是个大人物 但是劳工85岁的时候 还没有碰到文家宝啊 我跟他吃这个 那个什么地方啊 那个 到他家附近 英皇酒店边上那些茶餐厅啊 你花他几十元就搞定了啦 不要请他什么燕楼啊 什么的 不需要的 一次他也不吃的 很好招待的 要么就吃下火灰了 就是这个样子 85岁 都还是这个平易可亲 但现在97 就见不到他了 懂吗 那我这本书呢 就是趁他 明人理睬他的时候见了他 明人理睬他的时候 就是80岁到85岁这段时间 我花了十年时间 就写了这本书 去拜访他 那就是说要走进劳工 那走进谈何容易呢 现在你走进看看 现在就走不进了是不是 那走进了 又要怎么样来阅读劳工呢 刚刚说过 他要写文章你是看不懂 为什么看不懂呢 他就喜欢引用原点 写文章 他不过度第二首的 引用原点 那讲话呢 就这么多很风趣 他说 我的缺点就是不能浅 写文章我就不能写浅 那你看不懂 那你看不懂 你去带一本康熙字典来好了 这个是网友这么说的 是看不懂 那讲话就这么风趣 风趣嘛 又带疾风 你不小心嘛 就会 你会错了 所以这个题目就叫 要阅读劳工走进劳工 这个怎么我也不许讲了 接下来就赶快录正题 那自学游异 这边说明是有出处的 自学游异都是出点 那这个异呢 他是十二岁的时候就有名师教他 他有童子功的 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来两下 也会画朵荷花 他这个荷花他最满意的呢 就是这个镜 他这个八十快九十岁的时候中风啊 他画荷花 这个镜还画了这么直 这么有镜 他最得意的就是这一笔 画给澳门呢也是画荷花 现在高了一米多长了 也是这一笔 没有挺过一下下来 他最得意的就是这样 这是画画 那写字呢 我也跟他探讨 我说这个 起功的字是 变天下都是要他的的嘛 他怎么回答我呢 他说起功就是吃他老祖宗的 真的喔 他上面这个爱心角落的 那个前几辈的人 全是起功的那一体的 是他老一辈的 那劳工是哪一体呢 劳工的诸法在这 这是草书了是不是 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是这个看人家不好看 是不是 那个草书就很好看 是不是 这个就特别 这一体呢 那你一看就是劳工的名 第二个 那他这个 就有个接窍 他就说他不学 不学贴 要学悲 那他现在已经学到哪个地步了呢 那是我十年前跟他谈话 那他十年前可能自己以为他学到圆了 圆灵清 起功在清 他学到圆 他说再过一年时间我就到圆了 那现在不知道到圆了没有 现在过了十年了 懂吗 大家慢慢心想 我也 这个书画 我也是外行 那现在就 讲这个诗歌到这些的提升 诗歌 我是学诗词的 跟劳工的这个交往呢 也是从这里开始 想做他的访问 做他的访问 我跟他交往 现在牵涉到第四个题目了 没关系 就弄在一起讲了 可以讲多久啊 讲到七点 好嘞 好多时间 这个 跟他交往 他还知道我是做词的 那你要访问老公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说要访问他 他第一句话就这么回答我 他说现在接受访问 简直是佛受罪 他跟我这么讲 记者是外行 对我做什么 他们不知道 问了再问 问了再问 他说了再说 要说好多遍 他说佛受罪 所以他就不愿意接受 记者的采访 那我来采访行不行啊 他没有拒绝我 他说你从词开始 从词开始 好啦 从词开始 那就跟他访问了 所以我第一篇 就是做他的 形上词 这个最后的那个 形上词 我这里有写了三首 我读他的形上词 诗歌到哲学提升 诗歌就是诗歌 怎么会跟哲学挂上钩呢 这个就是 诗中有诗 思想的诗 诗中有诗 就跟哲学挂上钩了 诗在这里 那我这个劳工的这个词呢 我就是发掘他这方面 诗中的诗 来写他的文章 那诗中的诗呢 是怎么产生的呢 这个诗 是学术研究当中 体验得到的 所以说劳工的这个 写的诗词呢 如果从传统的 这个诗词来讲 他是不本色的 他不是从 这个诗歌创作 从生活当中体验出来 他是从 歇数研究当中 体验出来 好像说 这个上帝造人 这个 这个不要研究 大家都知道了 是不是啊 上帝造人 那他这个到西欧去 这个经过一个地方 正好 那个时候在过复合街 在过复合街嘛 大家要祭奖 上帝造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能有一些仪式 有一些活动 那劳工就把这个 写到词里面来 那要怎么样表现他的思想呢 那一首词 你们再去查一查 他就说上帝造人 现在人这么坏 为什么不另外造一种人出来呢 现在人很坏 强过的人也不好 强国人也不好 弱国人也不好 美国人也不好 人都造成这么糟糕 上帝应该另外造一些人出来 这是他的思想 他实际上通过诗词 反映出来的 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 那当然也不能这么简单 那我讲这个的目的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说 就是说 劳工 他一个人做学问 他80岁的时候 我写的那篇文章 是给他称呼 叫百科全书 诗的学者 百科全书 他百科都会 我们最多都是 就是一科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写他呢 那你就要活到一百岁 看看能不能来活到 学到一点点 那就太不保险了 活到一百岁 不一定 一般人都不一定做得到 那在这个时候 要学劳工 要学他什么呢 刚刚讲这个话中有诗 就要学这个思考 学这个思考 怎么思考 那这个思考 这个算 这个说起来呢 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 但是要会思考 愿意思考 也导致不普通 能不能说 这个大家都愿意思考呢 中国人愿意不愿意思考呢 中国人就不愿意思考 文化革命的时候 只要一个人思考 文化革命以后呢 几个人思考呢 基本上也是一个人思考 他说文革错了 就大家就说错 开文改革对了 大家就说对 就是一种事 一个人思考就够了 那一个人的思考呢 他的思考的方法呢 是两个极端 要么就是绝对好 要么就绝对不好 文化革命就是不好 开文改革就是好 就是这么一种思考方法 那这个思考方法 那么我们要来重新检讨呢 就要从我们先民那里来学习 看看我们先民怎么思考问题的 所以首先要讲这个问题 先民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呢 思考就是比较 以前我们的思考 以前我们的思考 就是从进取诸身 圆取诸物 先从自己的这个身体 思考得到了 看得到了先思考 然后才思考到身体 以外的 这里头呢 就是从这个三跟四来讲 朝三暮四 这个是有很高的智慧 庄子这个 求问里面 这个一段这个原故事 就是这个鞠躬呢 他分这个巷子啊 给这个猴子 给骂捞 这巷子只有七个 那怎么个分法 朝三暮四 他不高兴 朝四暮三 他就高兴了 这个好像猴子的智商有点低 我们有点嘲笑他 到底我们现代人的智商怎么样了呢 我们现在的智商有没有超过他呢 很难说 有可能没超过他 我们动不动就说 就是台风 天兔 损失了多少亿人民币 另一次什么 有损失了多少亿 都是在跟这个猴子 在这么算 具体的一个就是说好像 分巷子 澳门分了好几次 这个和后发的时候分了两次 第一次 香港才分一次六千块 和后发时候分了两次 第一次可能是五千 第二次六千 那到了崔士安怎么办呢 分不分呢 还要继续分 继续分呢 也不能少于他 就是没问题 这猴子就不会不高兴 结果他第一次分呢 可能是要分一万元 那就多了嘛 但是一万元我不要早上都给你 要留一点晚上再给你 那就是说 这一万元先给你六千 另外四千顶你六十五岁再给 大家就有意见了 所以说朝三暮四还是不行 还要朝四暮三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就是说我们现代人的智商 跟我们的先民 这个猴子就是我们的先民 他的智商应该差不多 那我们从这个我们的先民 接到的这个智慧呢 就是要比较 要来比较 会比较你就会思考了 那比较从哪里开始呢 就要从塑山道士开始 所以我现在经常说 外国人你要给我们塑山道士 塑山道士是很高的智慧的 所以说中国人先来塑山道士好了 不要那么轻易送给外国人 这个就是思考是比较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能思考的呢 这个李白杜福啊 我这里有做过比较 我觉得杜福他就不愿意思考 杜福不思考 他到了五十八岁以后再思考 五十八岁以前他是左西夷 还是右西夷 在房地身旁捡他的文化垃圾 这个就是杜福了 那他有这个观座他很高兴 至今遥顺嘛 很高兴他就不用思考 那到了迷关座的时候 他开始思考两个问题 你们看看 这个 旅夜舒怀 他现在脑病有孤舟 在一条这个孤舟上 这个 度过 但是他还很细心 连这个岸边的草 他的细草 威风暗 细草他都看得清楚 威风他也感觉得到 威强 独夜舟 多寂寞 只能去数一数岸上的草 星垂平也阔 越用大交流 在外面世界还很宽广 那他现在思考什么问题呢 明起文章著 观念老病修 这个觉得 怎么会突然思考这个问题呢 就很奇怪 跟他这首诗好像搭不起来 但是这两句呢 可是一种 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 现在也是这个现象 那观念老病修 应该观非老病修 是不是 观非啦 观不是老病修 没病没老 就不让你做观 老病可以做观 这个才对的 所以杜甫也讲得不全恰恰 那飘飘何所事 天地一沙窝 这个就讲得非常好 就这里就在里面了 太渺小了 天地的一沙窝 了不起这一首说明老杜 这个时候才思考问题 思考了三四年就死掉了 这个是老杜 所以老杜 太晚了 思考问题 思考太迟 我不喜欢他 他喜欢李白 也喜欢这个李白 李白他这个 在得意的时候 他能思考问题 他写这三首的时候 是和你愿共奉 这个观不大 观很大 但没有什么之强 是供奉 天后使范 那天后使范呢 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 宫中有这个 牡丹花 有四本 开得很好 那有明花 有千锅 还有一个歌唱家 那就是没有好歌词 他就记起这个李白 请他来填词 他就填了这三首 那李白填这三首呢 你们看看他有没有思考问题 如果没思考问题 这三首就没价值了 能思考问题 思考什么问题 看看大家能不能给他发掘出来 云响衣响花响龙 春风复见露花龙 若非群玉山头县 会向瑶台月下逢 这一首就在歌词 鸣花 说鸣花 这个 像怎么样 你四句有没有哪一句说到花呢 四句都没说到花 云响衣响花响龙 这个到底是云好像衣响 花好像龙貌 还是怎么样 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都不理他 所以说第一首他就乱写了 他喝了一个晚上的酒 所以起来了 第一首先写花 比喻一下后面两句就比喻 像仙子一样的花 用花 用仙子来比花 用人来比花 好也说得过去 那底下就写贵妃了 一枝红燕 露灵香 云语乌山 网断肠 就问汉公谁的事 可怜飞燕 亦以兴庄 这个就用赵飞燕 来写这个杨贵妃 说他天下第一美人 像飞燕才能跟他比 这个飞燕呢 要他刚洗好澡 饭好衣服 做上新装 那一颗才能贵妃相比 所以他这个一枝红燕 就是用这个花 来比这个贵妃 用飞燕来比贵妃 这样也是很到位的 贵妃不会有意见 那关键在第三首 看看他怎么思考 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 明花清果两相翻 明花第一首 清果第二首两相翻 明花清果 都各多其所 常得君王代孝勘 这两句 你们看看 是写给谁看的 这两句呢 如果常使君王代孝勘 用这个使呢 那就说明花清果 使得君王很高兴 那这个明 君王就不会喜欢 得 那就说明花清果呢 要得到君王的宠幸 代孝勘 君王要看你了 你才好 才会 欢 欢得起来 君王不看你 你就欢不起来 那第三首就明显的 就来 插这个 贤宗的海了 拍他的马屁 第一首歌颂明花 第二首歌颂清果 第三首歌颂帝王 君王 那这样如果到这里为止呢 李白就是一个插海宅了 那就没有什么可爱的 所以 有一位这个 年轻的学者啊 他说李白就是一位 古惑宅 是一位古惑宅 往上很流行 太流行了 流行了 这个教育部不高兴 就 这个下道命令 就不 到学校去 不许 这小子在胡说八道了 他以后就 收生了 没有再 怎么骂李白 那但是李白如果到这里为止呢 还是该骂的 但是后面两句啊 就不该骂 后面两句就表示李白是思考问题 你们看看后面两句怎么思考的 解释 春风 无限恨 城乡 亭北 以南干 那这两句就非常重要 解释 春风 无限恨 那现在就要来看看这个恨怎么样来解释 解释不是我们现在这个解释词语的解释 解就是解放 是就是释放 就春风呢 把无限恨给释放出来了 这句呢 从意义上讲是春风解释无限恨 但是他为了凭这呢 就要调过来 就要解释春风无限恨 那就是说春风把无限恨解释出来呢 这个恨是什么 这个恨是什么 就大有文章合作 看看我们的思考怎么样 前一段有个电视剧是香港版的 香港版的是有一个原李白 那个原原也是很出名的 原李白 她说 题目是杨贵妃 杨贵妃 原李白 她说春风解释出来的无限恨是李白的恨 为什么是李白的恨呢 她说贵妃原来跟李白就有一手 她以后到了宫里去了李白 怀恨 写了这三手 那就是胡说八道了李白的恨 没有根据了是不是 那是谁的恨呢 一直到了清朝 觉得是寿王的恨 寿王 就是唐明王的第几个儿子 原来是她的老婆 她的媳妇 以后就给这个唐明王要去了 讲寿王的恨 它有点根据 寿王的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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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人就这么解释 是寿王的恨 到底谁的恨呢 讲寿王的恨 有点 附会 编络历史故事有点附会 没根据 到底谁的恨呢 她明明是讲无限恨 是谁的恨 我接你课堂上跟学生探讨 探讨的探讨的很久 我是说这是谁的恨呢 我说这个是李白的恨 也是我们大家的恨 包括你们我 是我们大家的恨 那我们大家的恨 这个怎么联系得起来呢 那我联系得起来 这个文师哥到这些就提升了 你看看我联系的有没有道理 如果没道理 那我这个问题就讲不下去 那有道理呢 我这个问题可能还说得过去 那这个恨就怎么来讲呢 就是说李白她在沉先停摆 沉先停北她就在看着了 你明花不要高兴的太早 贵妃你也不要高兴的太早 君王你也不要高兴的太早 这个不要得意忘形 过多这呢 你们的全都是化为成灰啦 有可能她就这么讲 这么想呢 那我李白又怎么样呢 也会化为成灰 那我们现在呢 现在来看我们也跟李白一样 那到底这个恨是什么恨呢 恨就是一条定律 这条恨 大家都知道 我讲出来 大家都明白 这个才是大家的 如果我讲出来 大家不明白 那就不是大家的 就强加于大家 那这个是什么呢 是一个很普通的道理 就是什么呢 叫花不常开 月不常圆 人不常好 你看着吧 就是恨就是恨这一条 那这一条呢 就是所有人的恨 而且是 就是即使放诸四海 大家有份的一种恨 尤其是千古不变的恨 我是这边来解这首词 这首清评 这三首清评调 这三首可以说是诗 也可以说是词 这个研究词的 给它放到词这边去 研究诗的放到诗那边去 清评调 这个就讲得不大清楚 说词也可以说诗 也可以 那这个恨呢 就这么来解 这是我的心解 我这样的解法有没有道理呢 这个碰到李白庄家 李白庄家他没看了以后 有的说 他没办法反驳我 他说可以思考思考 说明最少他没有反驳我 这是一种意见 另外一次呢 也是好多专家在一次 我在说这三首的时候 他不同意我一手一手拆开来讲 他要三手合在一起 三手合在一起 你也讲不明白 是不是 我给他拆开来讲 给他提升 提升呢 就从多到一的提升 就失格到 这个 哲学的提升 这个是一个例 李白的例 现在再讲第二个例 就是李毅的例 以美人 以美人这个例呢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柔走月又东风 故过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然一气金油载 只是朱眼改 问君都有指多愁 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问君多有 有的本质叫问君能有 这个都可以的 那因为时间不够 本来是应该讲诗歌这些 要分别讲的比较详细一点 比如说诗歌 诗歌 现在呢 国民几千年讲这个诗歌 我是给他盖过 成五个字 五个字什么字呢 一个是情 一个景 一个是言 语言的言 一个是故事的诗 一个是道理的理 那情跟景 这个是讲了一千年 或者是讲了两千年 我们要讲这首词 结果词写得好不好呢 结果词写得很好 好在哪里呢 好在他情景交融 好了 那再怎么讲呢 那不要讲了你们背下来就好了 以前老师上课是这样 那到以后上课呢 进一步讲好像学生不太满足 那就讲好放晚乐 所以这首词很晚乐 叫七晚敢唱 表示晚乐 所以他好放呢 叫悲壮刚见 用这个形容词来讲 都讲得过去 讲他好放也可以 讲他晚乐也可以 那这样讲了没有呢 讲了等于没讲 那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讲里 一的接手词 还是停留在这一步 大陆有两本书 一本书叫晚乐词 一本书叫好放词 两本书都收了这首词 晚乐的时候晚乐 好放的时候好放 到底好放晚乐呢 两个人都有道理 两个人都没道理 说了白说 所以我在澳门大学教书 我不让我的学生看 大陆学者的著作 太很好 我在澳门偷偷的讲 也是公开的讲 到大陆就不敢这么大声讲 但是我写的文章 我是公开 评判他们的 这个你怎么说他晚乐好放 就这么过去了呢 但是只能讲到这一步 那只要讲到第三步呢 讲到第三步 就要把王国威抢出来 王国威加一个语言的言 加一个语言的言 这里头呢 这个言就是语言的言 那这个言中国式的表达呢 就叫言有尽而亦无穷 这是中国式的表达 那西洋式的表达呢 他还是用中国的词汇概念来表达 叫意境 叫警戒 这个是西洋的表达 当然警戒不能说是西洋的 但是王国威呢 他是用中国的概念来表达 西洋的这个含义的 所以到了第三步 用王国威的这个言 来解释这首词呢 就可以提升了 那这个关键在哪里呢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之多少 在往事这个两个字上 往事是什么呢 往事是故过 是雕然一气 往事是故过是雕然一气 是他的帝王生活 这个是一诚解释 大家都这么讲 你们看看所有教科书都这么讲 那倒是往事是不是雕然一气呢 往事是春花秋月 这个其实也很简单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之多少 他已经自问自答了 往事就是春花秋月 这个还是我上课的时候 这个学生给我答案 我开始的时候很惊讶 怎么往事是春花秋月呢 往事就是春花秋月 那往事就是春花秋月 那往事就是春花秋月 是不是就是春花秋月呢 这里头就要思考 就要思考 就是像春花秋月 一样美好的 能何事 往事是指这个 像春花秋月 一样美好的 能何事 春天的花 是世界上最美好的 秋天的月 也是世界上最美好的 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大家所共有的 不是某个人所专有的 而且是大家要拿都拿得到的 取之无尽的 这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 那世界上最美好的 就是这两样 一样在天上 一样在地上 地上的春天的花 没有比春天的花更鲜艳的 没有比秋天的月更明亮 那这个 我这样的解释有没有根据呢 我这样的解释是根据王国维的 王国维他在人间词话里面讲 李一他要单喝人类 他跟释迦摩尼一样 要单喝人类的罪恶 这句话 你就单纯的这么看 没办法理解 他说李一就要单喝人类的罪恶 能单喝人类罪恶的只有上帝 上帝才能单喝人类的罪恶 这里他就把李一比喻成上帝了 比喻成释迦摩尼 比喻成上帝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评价 有没有人把李一比成上帝呢 罪恶也把李一比成上帝了 有没有人指出这个问题呢 这是1908年他已经把李一比成上帝 现在一百多年 好像还没发现有人这么说 这个我是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 提出这个问题了 李一就是上帝 那他这个就通过这个盐 通这个盐这个承载呢 来解释这个意思 现在就已经到了这些了 到了这些 那就说这个盐呢就是一种容器 一个容器 也就是一个将戒 一个将戒呢就把益放进去 把益放进去 那这个益呢 往过为了这个益就是益 益望的益 这个益呢是从苏本华那里来的 他这个益跟中国人理解的那个益不一样 我们中国人只是七情六一那个益 苏本华的那个益呢 就不一样 苏本华那个益就带有这学的思考 他是怎么说呢那两句话 他说世界是我的表象 这是一句话 第二句话世界是我的益智 他的益 他的含义是有这里的思考在里面 中国人的益呢 就是邓小平所开放出来的那个益 邓小平开放改革呢 就把人意的大扎打开了 人意横流 我在上一个这个视频里在港大讲 我说这个人意大扎一打开 人意横流 所以中国的这个富豪才这么多 现在中国富豪不知道怎么算了的 所有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些资产 大概是百分多少在他们手里 这个都有数目字这个算出来的 我们中国的益就是一种含义的益 跟苏本华的那个益是不一样的 那王国无疑是把苏本华的益 拿到这个讲解里面来 所以他才会讲起这个李益是救世主 李益是皇帝 宋徽宗也是皇帝 他就批评宋徽宗 他说宋徽宗当了妇虏 写了一首词叫燕山亭 那一首啊 他就是怀恋帝王生活 那不值得去同情党 他就欣赏李益 李益的这个词呢 是用血来输的 他是代表全人类的 这个是王国无疑的 他就一种这些思想 这些思考 这些思考就是从苏本华那里来的 所以诗歌就到这些提升了 那这里头大家明白不明白的这个意思呢 就说我们的思考要从三跟四开始 三跟四开始 一直到苏本华的这个 王国无疑的这个哲学的思考 这个思考就从一到多 从多到一的思考 这样的过程就是诗歌到哲学的过程 这个就前面就讲完了 还二十分钟 还二十分钟 那现在赶紧讲一下 然后忠仪呢 举一个例给大家讲一讲就好了 然后忠仪他写了三首词 叫睡影神 就是他的这些思考 这些思考呢 我们就讲一首好了 他是怎么思考的呢 他说睡觉不好 睡觉呢 人类的文明都消耗美睡 都消耗掉了 那睡觉不好怎么办呢 要用梦来弥补 不睡觉失眠也不错 最好是做梦 这个是他的思考 那他前面这个序是有来历的 这个 祭祠这么讲的 他这个是洋人的思考 觉得人类文明常照 那他就来歌用 这个睡 那填的这首词 这个叫形上词 刚刚讲的上帝造人也是形上词 那这首形上词呢 他说睡不好 睡不好就要做梦 心生肖 深梦 深梦 云 他这里 你看看 恨过 年光 抛制 这你就说 时间过得很快 本来一个梦做得很稳 睡得很好 梦稳 梦稳睡 稳不稳呢 梦稳 照理睡也稳 是不是 梦稳了以后都睡死掉了 是不是 那他可能就是开头这里 跟睡有关 接下来全讲梦了 那这个梦 梦得很好 但是先说要留梦 梦难 梦难再留 那梦 而梦馬 Kitchen 梦得很好 比喻了 像春风燕铉一样 跑得很快 一过去为 没有踪迹 那梦 然后他们是 没有踪迹 又好像是 蓄飘五步 像柳蓄一样 一飘也飘掉了 就剩下什么呢 剩下兰金庆处于方者 剩下柳絮飘到地上的那一点花絮 那这个时候呢 细这个 现在这个应该人物出现了 人物出现 这个庭居于墨 这个人物出现了以后呢 这个梦跑掉 剩下捐蹄乱了方寸 这个那头上片 就说梦跑得很快 梦留不住 底下就下片 下片讲这个贤庭人寄 在这个人呢 这个人应该就是慈人了 慈人寄 天草天界 天方草碧 这个春天来了 这个到处都是芳草 灯火燃散 那都门冷落 都门冷落 此刻感到很寂寞 那这个时候此刻呢 就渡散芳飞 有一些花还没有这个落掉 密番合积 一个人很寂寞 这个从整这个物金腌制 这个时候来找 要找梦的宗旨 找梦的宗旨 找不到 自治离朝婉转 就在那里思考 就填词了 填了词 就赋予秦心 赋予流息 这个过程就是一种文明闯造 那最后再回到睡乡 又再来讲睡不好 睡就把人阻隔开来了 这一首就这么讲 这么讲呢 他你具体的不去理解他 这整个过程 他就说梦比睡好 那梦又留不住 那梦怎么留不住呢 他整个过程怎么描述他的过程 来表现他这个思考 这叫想上词 那有的人喜欢 有的人不喜欢 说他不想词 那我说老宗伟就是这个特点 几个例就好 底下就不再讲了 这个就叫想上之诗 那这个问题我一写出来 他很高兴 他说你写的比我写的好 当然是个表扬我的话 但是他也没骗我 他对这篇文章很肯定 收到他的记者里面去了 他真的没骗我 那以后我这篇文章出来 现在已经有十几个人跟了 来歌颂他的这个想上词 那接下来可能还会歌颂 他的想上诗还没用 那匆匆忙忙的就讲了这个一个过程 那讲了这个过程呢 这个话华学过学就不讲了 这个我想提一个问题 来请教大家 科技大学嘛 这个讲科技的 今天前天看了莫言跟养政人两个人的对话 这个养政人提出一个问题 他说如果现在把爱迪生给他请来 在二十四级住上一个礼拜 他不会不知道感到有些什么感受 那孟杨就接着讲了 他对到这个手机肯定会很感兴趣的 那杨政人就说真的了不起 这个手机一拿起来我一讲话加拿大也听到了 这个是科学家现在的思考的时候 我觉得我有一位老先生朋友 辈分比老先生高 大家有没有看过老禅游记 老禅游记的孙子 刘二的孙子叫刘慧孙 是福建师范大学的教授 我见过他 这位老教授呢是牛鬼学生 文化革命是要红卫兵要打他的 但是他有个本事讲故事给红卫兵听 红卫兵不打他了 那他讲什么故事呢 其中讲一个故事非常有智慧 他说红卫兵要来打 他说你们别忙 我能听到两千多年前孔夫子讲的话 孔夫子讲的话我能听得到 红卫兵就怎么回事听他的了 那我在澳门大学上 我在那教书教二十年 第一课我就提出这个问题 科学跟文学有什么区别 科学我觉得科学呢 是把时空拉近 文学是把时空推远 他是文学家的思考 要推到两千多年 科学拉到眼前用五眼镜看 科学家呢 这文学家是要凭想象 科学家呢就要求真 不能想象 两个人讲科学家就是发现 不能发明 文学家就是幻想 像孟严一样 想的什么这个变成驴变成马那样的 到底这两千多年的这个声音 现在能不能听到 我们手机呢 是马上的 因为我们的声音出来呢 是一种物质 我们耳朵能听到呢 我这里讲话你能听到 因为这个震动的频率啊 在物质当中震动的频率传到你耳朵去了 能听到 那两千多年前 孔子讲的话 震动的频率 在那个空气当中 现在还在不在呢 肯定还在了 在哪里 在山东 那看看有没有一种仪器给他收集起来 收集得起来吗 我们既然能做手机 也能做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 你们科技大学能不能 什么时候能提供给我们 这一个请教这个问题 好 谢谢 谢谢施博士的精彩演讲 下面 下面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 想请教施博士 或者自己有什么想法 可以发表一下 都可以示意 讲一句 施教授 你刚才举了李白 杜甫跟李玉的词 来做举证 那你怎么看苏东坡呢 要是他三个人 跟他 他来跟这三个人比较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 这个能思考的文学家 不多 所以劳工挺宝贵的 这个苏东坡你要讲的应该就是他的诗跟词 诗 思考的还比较多 他思考 好像琴声 这个 弹琴的声音从哪里来的 是从 手指来的呢 如果从手指来的 为什么不用你的手指来听呢 这个声音是从何止当中来的呢 还是从哪里来的 就是从思考 很了不起 还要近看远看 在看如山的 苏东坡思考最多 是很了不起 词里面呢 苏东坡也思考不太多 词里面我现在只发现一个会思考 就是 一七星辞酒一杯 这个太平宰相 燕苏 就他会思考 他会思考呢 就一个人发现 毛泽东发现 其他人没发现他会思考 词些大师都没发现 那我怎么知道毛泽东发现呢 文化革命的时候 我在一个工厂劳动 突然间呢 接到一道命令 说要注释主义词 就是 燕苏的词 这就是跟毛主席有关系 毛主席读古诗词 他知道这个太平宰相会思考 其他人没能发现 所以你这个问题 提得非常好 这个劳工 就这条厉害 他填了那个刑上词呢 才花了两三个月 就两百多首就填出来了 他有这个本事 那所以我给他出一个问题 那我说你会睡影神 你为什么你能不能再填一首天地人给我呢 他到现在都没交卷 很难 写天地人就难了 所以这个思考啊 就看你思考的这个范围大不大 要思考到天上去 请问老先生 能不能再讲一下 叶家营有关四处的研讨 现在叶家营是第一了 正好在那边南开 这位是我们这个文学界的老前辈 那朱先生 那朱先生我刚刚认识 找有没有准大师呢 我现在我自己也不敢讲 能不能早上他不太清楚 难 原来是南前北前南劳 前有两个 前仲年 前仲苏 劳宗宇 那这两个全死掉了以后就找个祭山人 那现在祭山人也死掉 这叫劳宗宇 凤凰台讲他是超级过学大师 再找一个应该难度非常大 一家人不知道人不能配上 哈哈哈 谢谢 想请问一下 刚刚那个清平调 李白里面的 第三段里面 我们以前读的都是 劫释春风无限恨 打劫的劫 认识的释 因为你认识了春风 然后现在怎么变成解释春风无限恨呢 劫释也说的过去 但比较普遍的都是 好像是用解释哦 要再查查版本 不知道怎么样 反正 不管劫释跟解释 就是说把这个恨给解散出来 春风一吹嘛 把大家心中的恨给它解放出来 解释也好解释也好 关键就要来认识这个恨 这个恨是什么恨 要给它解出来 那这个恨呢 就是大家理解不一样 这个是我个人的理解 个人理解 如果能得到认可呢 那是不是太容易了 谢谢 所以是不同的版本 对 您好 就是我刚才看到了 就是您旁边摆放那本书 看起来并不是很厚 然后当然您也提到了 就是 饶宗怡先生是一位 应该说是一位百科全书师的大学者 一位大宗师 那您觉得您这样一本 并不是大不头的书 是否全面的概括了饶先生的成就 如果是全面的概括了 那您觉得您是 用一种怎么样的方式 能够把他的这个 饶先生的这种成就 都全面的表现了出来 谢谢 写这本书不敢 不敢说要概括他的 他的著作是一千多万 一千多万 这个 像类似这样的问题 出版社的编辑跟我探讨过 其中一个编辑 他很惊讶 还是十几年前 劳工没这么出名的时候 他到底 怎么样啊 好在哪里 现在不明白 温家报明白了没有呢 不知道 不知道明白了没有 那这个 这本书出来 应该讲个过程 这个是访谈录 访谈录呢 就是在他还不是这么出名的时候 我在澳门 我是 91年移居香港 93年到澳门 到澳门 我就看准了两位老先生 澳门一位老先生 叫梁批云 香港是劳宗仪 我觉得这两个呢 我应该发点心血 去研究他 梁批云比他大了十岁 结果我两个人同时抓 两个人同时抓呢 结果梁批云我只抓到一张 写他的书纸 写好一张 到以后要再去 他九十几岁 已经表达不清楚了 那劳宗仪 这个人是在他 八十岁 到八十五岁之间 去访问他 这个每个礼拜天 或者礼拜六 一个下午 三个小时 他都打好领带在那里等着我 因为我带着录影机去 那现在香港 在宣传劳宗仪 宣传劳宗仪是一个好事 但是 好像商业方面的 运作有一点点在里面 是不是 他的话像这样的话 现在叫上 叫上这个 这个几位数啊 七位数八位数 应该都没问题了 是那么上去的 是不是 所以我也想 现在这些都是有形的 是不是 我还有他的声音 他的影像 声音的影像在我手里 一次是三个小时 给他录下来 录下来写了这一本 所以不敢说要开过他的 开过不了他的 那开过不了他的 怎么办呢 这个中央 这个宣传口径可以参考 老终于95岁生日 北京人民日报怎么报道了呢 那个95岁是给他当文史馆馆员 那温家宝国务院总理 在文史研究馆结建 现在来自香港的著名学者 注意啦 文学家 翻译家 历史学家 文学家 考古学家 翻译家 历史学家 老终于先生 给他戴这四顶帽子 戴这四顶帽子 老终于喜欢哪一顶呢 他喜欢一顶没有戴上去 他喜欢的是经学家 结果没有戴上这一顶 国学大师现在没有人带给他这个领帽子 我们官方的那个宣传物好像还没有 国学大师没有 那网上 国学网有一个投票选举 一百二声号称一百二十万人投票 选举十大国学大师 劳工榜上无名 第一位是王国伟 尾巴呢 尾巴算上去 前中书 这个陈云雀 郭沫若 鲁信 这四个大家知道的 前面是 王国伟 还有那个谁啊 北大那个校长 叫什么 第一任 蔡元培 石道 国学大师 世界师兵 懂吗 那探索这个问题 所以 杜甫的思考也可以参考 是不是 在九七年的时候 这个香港回归纪念碑 曾文 劳工 定征的知道吗 九七年的时候退他的稿 我正在他家里看到 退了稿 明白吗 如现在会退吗 是不是 这个 但是投稿者不止他一个了 另外一个老前辈 也退稿 叫 月一超写 石的也退稿 他给我讲 说我给退稿了 退给我三万元 退稿 那既然北里面去看过了没有 我也没看过 但是电影 什么 少过去 我发现 一句 公元一九九七点 七月一日 什么怎么样 劳工会不会写这样的文章 不到会写的 是不是 所以退稿也自然 那是这样的 所以这位小同学 提这个问题 挺有意思的 师博士您好 您的目录里有 国学与华学这一条 但是您可能没时间讲到 我想我借我的问题 我对这个问题挺好奇的 想您介绍一下 为什么不能叫国学 要叫华学 好 很好 本来都不敢拖太多时间 借用你的提问 国学与华学 老公怎么讲的 老公是办了一个刊物 叫华学 在上海办个刊物 现在出道第六季 叫华学 第六季就出了这麽多 第六季这麽多了 叫华学 那为什么 不叫国学叫华学呢 这个答案在这里 那这个答案我网上超来的 是不是老公的意思 我就不知道 我觉得要这麽理解 那这个是谁的呢 这是台湾 第六任教育部长 张奇云的观点 台湾 国民政府第六任教育部长 张奇云 他提出 要用华学带领过去 台湾文化大学的校长 文化大学校长 对 张奇云曾经是台湾文化大学的校长 对 我没听过他讲这句话 不过我觉得他讲的话 大概有一些分量吧 对 所以我只说这个华学呢 那劳工是不是那里来 我就不知道 那这个张奇云呢 他是85年去世 1901还是00出生 那就是说他提这个华学最少 是85年到现在 如果85年到现在都快四十 快几年了 快四十年了 三十年 那劳工提这个呢 跟他有没有关系就不知道 所以这个问题只能谈到这 谢谢你 还有没有问题 再问一条 如果有的话 再问一个问题 因为时间的关系 刚才施教授你讲到 你保留了姚教授的一些 录音跟录像资料 那是十几年了 现在是保存的状况怎么样 对 对 我会很担心 我没有了你们科技这方面的 这个技术 这个 请 请这个学生帮忙 给他放到CD里面去 这个天气这么吵 回去要赶快开开 我希望他不会坏掉 我也保存了一些坏掉了 应该不会坏掉 所以到时候 电视台他还不知道这个 他们不找我的 先留着吧 可以 记住 对 对 好 开玩笑 这个好 今天呢就 演讲就到这 这个墙上 这个墙上 大家看两面墙上有 对 有书画作品 都是饶先生的作品 所以有时间可以来欣赏一下 这是为这个 这个座谈会专门布置的 好 最后呢 我们为了表示对 施教 施教 施博士的协议 由我们陈馆长 制送 纪念品 麻烦大家 填一下这个 评估表 再 谢谢 谢谢 这个呢 跟大家提一提 这个是我们图书馆收藏的 哥白尼 在1617年 所写的关于天文学的书 在图书馆的收藏的里面 我们刚刚在楼上的一楼 开放了一个检阅 里面有一些图书馆收藏的 非常古老的一些三本书 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 就可以去看看 这个是几本书的一个cover 谢谢你 非常感谢